8月初卢碧台风夹带西南气流吸水暴涨 造成台东市防尘措施 被南西的水覆盖 几乎是全部被冲回了 台东县政府评估之后 立刻投入多台怪手进场抢修 目前完成85%了 台东环保局表示说 后续会看天气的状况逐步来修复土堤 希望在东北季风带来影响之前 赶快保持台东市的防尘措施 8月初卢碧台风夹带西南气流 吸水暴涨造成北南西水覆盖 几乎全数冲毁 台湾县府进行北南西中华大桥查看评估后 立即投入多台怪手进场抢修 目前已经完成85% 台东环保局表示 陆续将在视天候状况逐步修复土堤 希望能够在东北季风带来影响前 保持台东市的防尘措施 从8月初我们有遇到卢碧台风 还有下带了那西南气流 带来大量的一个豪豹雨的一个现象 所以造成吸水暴涨 我们北南西出海口 就是台东大桥中华大桥这边的 相关的一个北南西的水域盖都全毁了 后续我们在大雨过后的隔天 我们立即就是到现场去评估说 到底哪边需要就是立即的一个修复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是在大雨过后的两三天 我们就投入了多量的一个怪手进场去做修复 那在现场的部分 其实因为大雨过后非常的难修复 我们有逐步的就是进行就是一个路线的一个规划 而且就是水覆盖的一个防治的一个复原的一个状况 就是陆陆续去把一些容易耗发的一个局域 我们陆续引水去做覆盖 因为大雨过后的罗路地会非常快速的一个罗路的一个现象 造成后续如果强风一吹 马上就会造成失去的一个阳城的现象 那我们有立即做这样一个动作 让罗路地都可以很快速的回复到原本的一个 一个湿润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逐步去修复我们的土地 希望在10月份东北季风来之前 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相关的一个防护 给台东泄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气品质 另外也提醒民众可以透过手机APP下载阳城一把照 或是上网浏览背南溪空气品质监测网 就可以随时掌握最新空气品质的及时资讯 记得陈恩如台东市报导